喂,有沒有跟同學講早晨? Hello, 早晨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先分享一個screen 還沒開始的 也提過大家 早到的朋友可以聽多些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開始之前 我們就有個 有個video 我們不如看一下 今天我們十點半 今天的課堂會縮短一點 我們不如先看看Yuma 待會跟我們分享些什麼 我們不如看一看 Hello, 如果你們看到這個 那就是你們不訂閱 我會告訴你為什麼你們應該訂閱 我的名字是Yuma 我已經在我六歲了 我也有開設了幾個軟件 在這個頻道 我會告訴你怎麼做 好, 大家看到Yuma 就介紹了一個短片 我們不如先看一下 她這個網站有什麼 我們有一個小雞 我們有一個 一個一個 她過來 她會告訴你 有一個小雞 有一個小雞 我們要看五分鐘 我們要看五分鐘 在哪裏 你怎麼知道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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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個小時 很長 我開個 caption給大家 我們要看一看 就要讓大家看 我們要看 讓大家看 訂閱 我們請到een 點遊樂鍵 我們請給大家看 請點遊樂 我這裡 我是Yuma 我從前提示 一請 開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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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 開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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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here's the quick Steve quick colic on my iPhone or I'm just holding my iPhone So just like my duck and it'll shoot and then it'll just reset Boom and yeah just go two step away Okay, so here is the 응 practically duck 所以,你做什麼是 轉向,轉向,看它走 很簡單 所以,我們開始 大家留意,Yuma在這裡做的 其實我們今天不是上去的課 不過我想先介紹一下她 待會我們10時半跟她聊天的時候 大家可以有多些準備 其實你看到她也是用SWIFT來做這個遊戲 不過我們跳來看看,你看到有些影片 她在用的是一個叫Xcode的平台 現在在攪拌一些相片 一些預先準備好的相片 包括一些小鴨 你看到她有些相片準備了 然後要設計遊戲 用那個丫叉的東西 那個丫叉 去射那隻小鴨出去那時候要做的工作 對,你喜歡那個Angry Bird嗎? Yuma哥哥教我們怎樣做Angry Bird 對 你看到她呢,其實就是一個完整的 就是Apple手機的環境的開發 當然我們最關心的當然是Coding的部分 不過我們一起看看她寫Code的部分是怎樣的 大家留意了,她這個遊戲是2016年寫的 2016年,即大概已經是5年前 Elon也來了很漂亮的背景 Elon,我也穿著你準備我的衣服 今天得到的意思 大家一起看看 還沒上課的 我們要大家一起聽聽Yuma說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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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add an explanation Now we need to set the duck to be a thing that we've been seeing enterprise w thinking so child child node with name and recognize oh i haven't said a name 所以我會把Damcast as a Nesca Spriter 因為它是Nesca Spriter,不是Nesca 首先,如果你想要,你可以製作所有的東西 這就是你會做的 所以我會把鏡子打開 大家看到剛才他提到有些技術詞 例如什么叫down casting up casting 这些是我们没加过的 但大家刚才看到 它在用一些叫做functions 我们都用开了 其实打曲都打得很唱唇 好像我们平时写文章 所以这些就是一个 情细开发员经常会经历的一些东西 看一看曲其实都是SWIFT 跟我们现在这个 大概20个星期在学习的东西 其实都是一致的 可以看看有多少重複 touch equalstouches.first 因为它是选择 可以认识 但我肯定 我肯定是 只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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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使用它 它是很贵 我说 只能提醒我们 它是很困难的 好了 那时间关系 我暂时就暂时休息一下 因为很准时 十点钟就开始了 我看到有十个朋友来了 我相信大家都很着弱 看到Yuma 在2016年 刚才那个angry duck的游戏 做了一个钟 如果我们本身是没有写的程式 或者完全是未知SWIFT 看它的那段曲 其实都会有些困难的 但不要紧 我相信大家 只要你坚持 学习多些 其实你都可以做得很好 Ada刚刚来了 刚才我们播了一些很好的资料 你之后可以看我们的录影 好了 那我们不如开始上堂 好吗? 因为我们的时间比较紧臭 所以只有半个小时 之后那半个小时 Yuma 已经准备好了 她有半个小时 用英文和我们分享 她应该是一个十三岁的小朋友 这样 那我们就看看我们今天做些什么 今天我们做些什么 今天我们做些什么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重点 就是去看别人的曲 原来在SWIFT Playground 那么多的挑战里面 我们已经去到 尾尔那个 最尾的一个 最尾的一个 就叫做World Creation 那我们下个星期会做的 那我们今天就会做的 就是叫做 Art of the Array 那就是说 怎么用Array 那我们很多时候 比如这一关 我们要看这段曲 那样 好像有些困难很多东西 那通常 通常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先讨论一次 看看结果 那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那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我们不如看看这关有什么要做 先帮你一次 那我建议大家 今天我们学习的重点 就是去看别人的曲 然后去改别人的曲 那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 所以呢 今天你要见到 是没有一个 There is no wrong answer 就是任何一个都是一个答案 那我们今天试一试 现在就在混音 为什么第一次要混音这么久呢 因为很多时候 电话很有趣 就是你第一次混音的时候 有很多叫Initialization 就是初始值 所以它呢 就能见到 它就弄了三个锁 那中间呢 就弄了这个Hopper 弄了四个Hopper OK 好了 跟着呢 它这里呢 就有个 有啊 这个什么 这个应该是Expert 他弄了几个Expert 有几个Expert 5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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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好多哦 这样 那我们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如何去训练这段锁 你看到现在呢 就做了很多 有些人打了chart 看看 早晨啊Aiden 好 那你见到呢 现在呢 其实他呢 这一关的目的呢 其实就是想去跳舞 那你见到呢 Hopper在那里 左扭右扭 叫他左扭右扭 那我们稍后会一起看看 到底 哪一句程式呢 其实是在做这些动作 有声降台 正经堂完之后 最后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Blue Blue Blue 又会移动的 现在还是Expert 在移动的 你看到 你看到 Hopper 是 那这一关的目标呢 其实呢 就是想我们去 设计一只属于自己的舞 跳舞 我意思是喜欢跳舞 都可以啦 不是跳舞 那你见到跳舞 到最后呢 就是说 这一关呢 其实RUN的时间呢 你会见到比较长的 那所以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有些程式 拿回来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做一个修改 那这一关的学习 重点呢 你看到Blue呢 现在就不断地跳了 在那儿跳了 在那儿跳了 那如果今天呢 我跟大家说 其实没有一个答案的 那大家在那儿做呢 那就 没什么特别意思 对吧 那所以呢呢 我呢 就会跟大家说呢 就是我现在呢 希望大家呢 今天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想 因为你见到啦 最后这一排呢 其实就做一排Blue 那我就想给大家两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 我就想在这一半边 前面这一半边 做多一排Blue 这是我第一个挑战 OK 第二个挑战 我希望你们做的呢 就是如果有时间呢 我们想在左边和右边 都做Blue 因为Blue 你看到好像一粒水珠 那我就想做到 好像一个护城河 四边都有Blue 出现 好吗 这是我们今天目标 好吗 好 那我们呢 现在这样去转弦呢 其实就很难看得明白 Aaron 你帮我看住 因为我看不到 如果Yuma来了 你告诉我 好吗 谢谢Aaron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怎么去转弦呢 那我们看一段弦呢 其实最好呢 就是第二步呢 就是按这个 Step Slowly 我们Step Slowly 容易一些follow到 大家一起看看 我们Step完一次就会跟到 好了 一开始 现在呢 他呢 就会去拿了一些coordinate的座标 第二句呢 就是去把 那个row 最后那排 叫做backrow 那之后呢 他呢 就设置了一些coordinate 那就是中间 那个Island的岛的位置 就是那个square 就是Hopper的位置 那 如此力推 好了 这里呢 你看到 现在呢 我们在做的 就是这段位置呢 其实就是加了一些锁 我先看一看 OK 到这里呢 这一段的位置呢 其实就是去加那三个锁 一个呢 叫做square lock 一个呢 叫做corner lock 一个叫back lock 所以呢 其实我们就做了三个锁的位置 OK 好了 继续 你看到呢 现在 头那四个的目的呢 其实就是去拿我们的座标的位置 跟着之后 这一段的位置呢 其实就是去放我们前排那三个锁 OK 那你见到呢 现在一路step through 大家一起看着那段曲 所以要看得明白 是的 那时候我们一起看好吗 看到这里有没有困难的 如果有困难在一个chart room 那我可以再做讲解 那你见到呢 那这里就是corner的位置 在roll1 这个roll1 这个就是11 所以11的座标就放在一起 你见到 那你见到呢 一路落 好了 接着到这个位置呢 它就开始放Hopper 你看到呢 Hopper就是这里 就开始出现了 看到吗 我现在就拿了Inside Square 这四格的位置呢 就在放Hopper 那你第一个呢 其实就要放一个platform platform 就是这个 这一块 这一块叫做platform 在platform上面呢 就放了Hopper 好了 继续了 那你见到它现在就 看了多少次呢 因为我们之前学了 我们的array 那你见到呢 Inside Square 它就放了一个cord 那就是total 四个座标 OK 好了 去到下面呢 开始来的就是那个 square corner 它就在放那四边的角落头的位置 which is 是放了我们的 什么呢 Expert 没错了 Total 现在就在放现在 去到这一句位置呢 我们现在在放的 就在放我们的Expert 所以你见到 它就很努力在放Expert 那一样 你留意到 这里其实是两句的 这两句的意思呢 其实一句呢 就是放在平台 上面有一句 下面有一句呢 其实就是放在Expert 那我想这个 大家都应该 印象很深刻 了 那你见到 那你见到 放完这四个 那它的座标哪里呢 记住了 其实座标呢 就是来自这个 叫Square corner 你在这个位置 自己 define 了 那就选了它的位置 OK 好了 你见到有一点点 那些位置呢 已经是走了 那现在在课楼里面 不断在iterate 不断在走 那当然啦 如此类推 当你这一段 完成之后呢 接着就会下下一步 就是做back row OK 那整段程式码呢 其实都差不多完的了 你见到 可以到中间了 那现在就放在Expert 那记住 刚才我和大家分享 我们今天要做的 是什么 我们要放在一排 四边bloom 我们是目标 我们一起研究 怎样可以做到这个 好了 你现在见到 去到这个 back row black row 就是最后的row 最后的row 那我们现在要去摆 放些blue 那你见到 它的步骤就是 先摆个platform platform就是这个 这个叫platform OK 然后呢 它就会在platform 之后再摆入blue 所以你就见到 先放platform 再放blue 先放platform 再放blue 那就如此类推 现在呢 我就用一个比较慢的方法 去叫step through code 那当我们在run的时候 我们当然不想 搞那么久了 我们会用一个 fastest 去run 那希望大家 最重要的明白 是 一个很简短的程式碼 其实里面 可能背后 吻含的一些 運算思维的知识 其实都很多 所以呢 希望大家见到 现在一路 这样 可能我们还在喝一杯咖啡的时候 电脑已经在帮我们 吻含很多程式指令 所以我们看看今天有多少朋友 有18个朋友 今天很热闹 我们看看 有没有朋友来捉我们20场 有没有朋友来捉20场 如果有 在chart room 告诉我们 没有走过堂的 是的 Lewis 我忘记了放上网 不要紧 我稍稍稍稍 我今天稍稍稍稍稍 我放上网 因为平时很忙 不要紧 继续 那大家见到 那我们就 看看 现在我们就放到 OK 好了 那当我们摆好所有的公仔之后 下一步要做些什么呢 这三行的目的就是说 在Wheel 里面 找回我们的Blue Hopper 和Express 就放在三个array 然后它就开始跳舞 下面这里 所有东西都在跳舞 所以一开始 你见到 这个platform 就会升高 第一步就叫Squared Lock 好像一个指挥灯 射着他们 他现在在舞台上跳舞 那你见到 Hopper现在在跳舞 Turn Up 这个舞蹈 就叫Turn Up Turn Up舞蹈 去到第四个 跳完了 好了 你见到最后一只都会跳一跳 这只 这只是第四只 好了 接着到Corner Lock 现在到第二步就了 Corner Lock 就升高了 你见到Corner Lock 那升高几格 由一个升高三格 一个升高七格 所以见到 现在Corner Lock 这四个就升高了 好像我们平时跳舞 红管射着一些舞蹈员 有一些灯光射着他们 那你见到 现在他就跳了 叫Break It Down 那这个舞蹈 叫Break It Down 好像Michael Jackson 那样的跳舞 你见到他在跳舞 如此类推 逐个跳 那 因为时间所限 我这里就不播了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那 Expert 跳完之后 就到Blue Blue D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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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朝向前返 Karma 所以它跌倒了 跌倒了 再跌倒了 之后将平顶身 再渏 Anything 回来 好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 要做的 我已经止了 停了 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 不如我们考试大家 要一起搞出一段时间 这个Blue 出条装 在哪一 잇 scratched 第一件事要改 材料 1 要要新秽 好了 第一件系 好 这个位置 OK réal 确计 我們要做什麼? Create a front row Ris,你幫我打吧 你覺得這個front row應該怎樣打? 我們今天做四樣東西 這是第一個步驟 很聰明 我幫你打吧 Variable的名字任你改 所以我們叫front row 等於 我們很懶 我不想自己打 我拆過去,Copy 如果Copy不到的朋友就可以打 我們這個Row 最後的Row 就叫9 最前的Row叫什麼? 0 最前的叫什麼? 0 好嗎? 好了 有個Row了 OK,拿了Row 好了,接著是第二步 接著就放了那些Lock 做完了 這樣 好了,接著我們現在要在我們的 front row 那裏擺個Lock 還有要擺 擺那個Blue 我們就應該在這個位置 就在這個位置 就會 Place 那些的Platform and blue 然後按Row 然後按Row 在前方 好 那我們做 我好像 停止了 不要緊 因為大家都說過給大家知道 這個SWIFT Playground 在這個 iMac上面 就不夠穩定 剛剛我的SWIFT Playground 就崩潰了 大家不用怕 真定 沒事發生 我現在會開始就行 重新起過去 所以大家要記住 就是所有程式 就算 蘋果做的程式 有時候都會崩潰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只要鎮定 我知道有朋友仔 就 家裏的Pigrant 就經常都有點穩定 就崩潰了 有些氣淚 不需要氣淚 這是一個必然的經歷 你看到我剛才那句就沒有了 因為崩潰了 所以崩潰了就沒有了 再次再打一次 好了 你看到這句就加了 接著第二步就是這個位置 我們一起做到Wall 加回這句 我們很懶的 其實可以整句抄了 OK 好了 我現在就做第二步 這句我們應該叫什麼 如果不是叫前列 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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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如試一試 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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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位置就做了 我們不如先走一次看看 有沒有出現 出現 出現後列 我們試一試看看 我用一個速度去走 因為我們今天 剛才提過了 我們只有半個小時 已經過了15分鐘了 13分鐘 現在已經13分鐘了 所以我們看著時間 我們的目標 其實就是想四邊有Blue 幫我們跳漂亮這隻舞 所以你看到現在 後排攻擊已經完成了 前排攻擊 你看到現在開始跳舞 有沒有覺得有點怪怪的 是不是有些問題 是 這也是我意料之內 當然 你看到我直接copy 當然出現問題 你看到Blue在跳 但是最後來你看到 咦 這個後排Blue沒有跳上平台 最後來平台走了 沒有理會 我們應該怎樣 避免這個bug 當然 你說Apple的Suit Play 個人讚我們 很厲害 我們做到了 因為剛才有講過 這一關的目的就是 想我們看一段曲 做一個自己的修改 所以任何的改動 它都會當你過關 所以很容易 當然我們不喜歡 那個平台在這個位置 明明我想在外面 在街上 它現在這樣 問題在哪裡 有沒有人知道 問題在哪裡 Asi 請說 因為 你 為甚麼 為甚麼 為甚麼會錯了 現在問題是 你的platform錯了 你的platform錯了 大家可以在一個chart room 打出來 如果知道 I can use blog instead of expert 當然 你有無限的空間 請大家一齊 看著這個screen 好嗎 留意畫面 其實原來 只是錯了一個符號 大家留意 先把你的目光 在我們這個位置 集中注意力 好了 第二步 請你的目光集中在這句 因為我們現在的platform錯了 platform錯了 是因為錯了那個位置 那個index錯了 所以你留意 其實column是沒有錯的 但是roll就錯了 因為roll 我們正在用的是 這個variable 即那個item 是叫做coordinate的roll 再加1 你想一想 它現在的roll本身是0 0加1 那就去了1 所以就變成1 所以我們這裏要做的 其實是-1 和加1 我再說一次 我們要改的 因為之前這個是backroll 它是在最後第九個roll 之後的roll 所以它的座標是10 而我們這次的目標是0 但是我們要放在這個位置 所以它的座標應該是-1 所以我們整個由加1變成-1 好了 我們再run一次 大家看一看畫面 好了 很快地跳一跳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其實就是做一個自主的一個改動 一個很有趣的一個遊戲 你見到現在開始 就在飛出一些公仔 因為我們 我們等不到它們逐個跳出來 所以我們很快 那你見到 現在是不是lock的位置適合了 有沒有留意到 但是好像還有東西錯了 我想 那些blue 是好像守護 好像一個guardian 那樣 應該它要 臉要向哪邊 你看著它跳 它跳不到上個平台 怎麼辦 有沒有人知道在哪裏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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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跟到 我又開始示範了 今次的問題其實是 blue的臉要向哪邊 對了 Louis Louis 真是聰明 其實就是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這個位置 在它的臉上應該是向收的 你見到 留意一下 這個畫面 我開啟了位置 由North變成收 好了 來多一次大家看著 這次看著 所以你要跳一隻毛 你可以想像 一個程式 我們平時用得很開心的程式 那些程式 編寫人員 是多麼噁心匿血 要想多少 才能讓我們做到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 那現在 咦 Louis 前排後排也正確 他們現在開始準備跳 後排才跳 後排才跳 接下來看著 但為何前排沒有跳 為何前排沒有跳 有沒有人知道 因為你沒有寫到一個跳 好 謝謝Aaron Hello Yuma Welcome We are having a lesson for this Swift Play Kuan Please wait a bit and we'll be using Cantonese Thank you for joining Yeah Cool When you're ready You let us know Okay So we are finishing the lesson right a minute Thank you Okay 好了 那大家見到 現在我們就 這一堆Blue 就沒有跳上平台 那怎麼辦 有沒有人知道 我寫一個 jump 沒錯 因為你見到 其實現在 我們下面 其實這一排 這個Blue 是負責的是 Black Roll 這一堆 那我們怎麼辦 我們可不可以 我們可不可以 做多一點 大家留意 我們可以 叫Blue Blue A 另一個Blue 另一組 做Blue 我們就叫World Existing 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抄襲這堆 抄襲這堆 OK 大家見到 打錯字 OK OK 我們這次就不是 back roll 我們就是front roll OK 好了 那我們有Blue這堆 我們要他跳舞 對不對 大家看一看 其實最最後 就是把這段 程式碼 抄襲 對 我們就 你看到了 現在我們就是Blue A 另一組 就負責會轉身 跳舞 這樣 但你 對不起 這個應該是Blue A OK 你看到了 如此類推 就會 來了 這個應該不用 OK 搞定 對了 OK 搞定 好了 那我再說一次 我再說一次 你看到 其實這一段 最最後的功夫 就是把我們 最最後的人 做了一個 跳躍的動作 OK 這一句應該都要放在這裡 OK 好了 大家準備好 好了 那就帥了 OK 我們首先要他們 跳上平台 OK 我再說一次 好多次 一開始 這個就是後排的Blue 就跳上去了 前排的Blue 又跳上去了 跟著 所有的Lock 就會一起升高 11格 跟著 後排的Blue 就開始轉身 前排的Blue 又轉身 好嗎 我們這次應該要做的 不如大家一起看看 好嗎 Let's go 我們一起看看 現在 大家看著畫面 現在 你看到 現在Hopper 在跳舞 跟著 Expert 又在跳舞 跟著 後排Blue 就會 準備跳了 一夜跳上去 跳完之後 到前排 又跳了 大家看到了 跟著一次過升高了 跟著它轉身 逐個轉身 如此類推 最後這邊 也會跟著轉身 大家看到了 如此類推 其實我們這一部分 就已經 完成了 不如我們留一個 take-home exercise 給大家好嗎 我今天想把 Challenge 2的位置 留給大家 就是回家自己做 好嗎 我們不如 事不宜遲 我覺得很好 今天Huma這麼準時 能夠來到 我想將多些時間 留給Huma 和大家分享 我亦邀請Aaron 今天幫忙 做個 moderator 解釋一下Huma 然後讓我們多些認識 好嗎 我之前 給Aaron和Huma 之前 我想問一下 我們今天 學習的重點是什麼 我們不如重複說一次 今天的學習重點 就是 如果我們有一段 程式是別人寫了 我們怎樣去 用很短的時間 看得明白別人做什麼 還有 我們可以有一個方法 去做一些新的 我們可以做到 我們先看看 Chart Room 有沒有人有問題 Any questions 如果沒有 我會先 stop share 然後 我就會 enable screen share 然後 我會先 stop recore 然後 去 走 走